升台行表是演员基本功 演什么人说什么话是最低要求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儿还好吗 昨天晚上我发了个视频 就说同样作为广东人 同样是粤语区 张苏文能把普通话练得那么好 为什么那些很多的香港明星 普通话就那么塑料 结果一觉醒来 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讨论 关键就是 这个广大人民群众 总是喜欢把矛盾往自己身上引 大家吵的是什么呢 这个广东人说不好普通话怎么了 我们平时就没有普通话环境 香港人平时说的都是粤语 你凭什么让人家说普通话 让你到广东去学粤语 你说个几年你照样塑料 你们这典型的是外地人 对这个广东人的偏见 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 大家就这么容易应激 老师没有教过先读题 先要明白人家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是演员 我再说一遍演员演员演员 演员需要演什么像什么 说粤语的演员 如果要演这个角色 他说的是普通话 他就应该说普通话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我的环境怎么样怎么样啊 还有说张宋文 他是在北京 他有这个语言环境 还有很多很多的香港演员 能把国语说的非常好 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头 练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甚至甚至有点惊天 怎么样呢 虽然最后是用的杨丽心配的音 但是他的普通话 他在北京练了几个月 非常好 你们那些香港的这个 所谓的老戏骨 到了大陆拍戏 做综艺 也是一待几个月 你们的普通话有进展 不愿意练 就是不愿意练 我现在再说一遍 我说的是演员 应该有这个要求 我没有要求你普通人 你一个广东人 你说不好普通话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演戏让我看吗 对吧 你是公众人物吗 你是要出艺术作品吗 不是吧 但是演员不一样 演员是有基本功的要求的 首先就是声台行表 那你只要一发声 就需要别人配音 你还演什么缘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不是说像慧英红 像吴振宇 这些演员不好 他们该拿影帝 拿影帝 该拿影后 拿影后 但是你们都是说着粤语 拿影帝的 你们去指导别人的时候 该怎么这么表演 你用那么那么塑料的普通话 指导这些说普通话的演员 他们是演的不好 但是你用普通话 你连表达自己都表达不清楚 你怎么指导别人 对吧 我知道他们只要一说起粤语 来立马 眉飞色舞化了个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不愿意去练普通话 因为他们不练普通话 他们也能挣到内地这个钱 这就是这个环境 所以我就说 对演员的要求有问题 咱们刚才我说了 远的有张国荣 近的 有个香港年轻女演员 叫文永山 他现在在大陆发展 又是电视剧 又是综艺 又是这个电影 发展的很好 我看过他的一个纪录片 他演一个这个年代戏 他演一个国民党女特务 我忘了那个戏叫什么了 他为了把这个普通话练好 他每天不停的在练 不停的在练 到后来他全是原声过关 而且听不出任何一点 港谱的味 这就是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演员 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了让广东人说好普通话吗 从小他没有那个环境 说不好普通话正常 但是演员就不正常 所以为什么广东出来一个 这个普通话说的好的演员 像张宋文这样的很难得 广西出来一个像王欧那样的 就很难得 他们下套功夫了 你吃这碗饭就应该练这个 几十年了你都练不好 你现在还想吃这个 说普通话的这碗饭 那就不正常 整个你这个影视作品 都需要普通话 对吧 那你每次都要配音 那到底哪个是你啊 我听的是那配音的人吗 要你给我演啊 为什么赶紧看出一片视频 我不是说广东人 普通话说的不好 这个北方人说不好 粤语也很正常 但是我们不是演员 没有人对对我们要求 但是你只要做了演员 升台行表 就是你的基本功 你演什么人 你得说什么话 演一个河南人 你说一口台湾普通话 合适吗 对吧 就像之前刘德华演这个 我解救物先生 他演一个香港明星 他普通话说的那样 他原生出镜就没问题 但是他如果演一个北方人 他如果还是那样说普通话 你听着出不出席 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难理解吧 像好莱坞也是 好莱坞明星啊 甭管是英国的明星 还是美国的明星 如果你这个人物设定 是一个美国人 你就得说一口 流利的美音 大家也知道 英英和美音差别很大 一点都不比这个广东话 和这个普通话差别大 但是人家可以熟练的掌握 所有的英国演员 他可以说一口漂亮的伦敦 交去音 但是他到了好莱坞 他就能说西好莱坞的语 这个这个调点 说起来就跟这个 说这个北京人 说北京话纯舌无力一样啊 美音也是也是类似的 美国美国也分很多口音啊 就好莱坞那边的那个口音 也是那样的 也是纯舌无力啊 而话音很多 就这种感觉 但是人家英国演员 就能很好的掌握 演什么人 说什么话 这是对一个演员 最基本的要求 对吧 关键是大家出来杠 杠的不是这个点啊 我要求广东的演员说普通话 香港的演员也该说普通话 他又说香港演员英语好 你怎么不说大陆的演员英语不好 大陆演员英语是不好啊 所以好莱坞的 这个你打不进去啊 西方人来找你的时候 你演不了戏啊 但是你只要去好莱坞拍戏 你是不是得练英语啊 李连杰英语怎么样 不怎么样 后来练的是不是挺好的 你不管是谁去好莱坞拍戏 是不是都得说英语 真子丹刚刚演的戏 是不是全成英语 那你找别人就不行 那别人就不找你来 你得有这个能力才行 你演什么戏 说什么话 就这么简单 我就只说粤语不行 但是我还要挣起这个钱 这个我觉得就是观众惯的 内地的这些商业环境惯的 你就得像文永山那样 你如果是拍普通话的戏 你就得说普通话 你得像好莱坞的一些明星那样 如果我拍的是英国人 我张嘴就是一口 背漂亮的英国人情 这才是演员应该做的 所以我不觉得 我的观念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再重申一下 作为一个演员 你如果演说普通话的戏 你普通话就应该过关 如果你演说粤语的戏 你粤语就应该过关 大陆演员去香港拍戏 如果要求这个说粤语 你也应该学粤语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很多演员 大陆演员去香港 也是都学粤语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应该的 你吃点饭 你应该的 至于普通人之间 咱们别掐了好不好 什么北方人 这个到了南方 学几年粤语 说的还塑料 这跟我这个话题 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这个吵架 我都觉得无聊 我看着都脑袋大 现在大家是有点什么事 就往自己身上按 然后动不动就应激了 就吵起来了 这地狱急事就来了 没内阁 我说的就是演员 演员才需要有这样的要求 听懂了吗 各位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